大家好 家里仅有的几块小菜地 在冬天我都会全部种上大蒜 喜爱大蒜的朋友自然知道它的好处 冬天不用搭建暖棚 不用任何的管理 收获的时候还可以吃到青蒜 蒜苗 蒜苔 以及最后的蒜头 但是大蒜是非常洗肥的植物 肥水不够就会长不好 所以老家常有一种说法 叫做穷不种蒜 即是这个道理 种植大蒜的施肥原则是以底肥为主 追肥为辅 在追肥的过程中又以反轻肥最为重要 它对后期大蒜的高产作用 同样不小 当进入三四月份 大部分地区的天气开始回暖 大蒜也开始加快生长 包括地下的临近部分 并逐渐进入它的抽台期 这个时候是需要肥水最多的时期 一定不要让大蒜的土壤缺水 我们要随时观察土壤的伤情 始终保持土壤的湿润 并彻底浇透 还有句老话讲的是 三月大蒜泥里钻 指的就是在大蒜的澎大期 湿润的土壤有利于根系向下延伸 根系长得好 大蒜自然叶绿苗壮 所以小家庭春天管理大蒜 第一个要点就是要保证足够的水量 第二个就是施肥 施什么样的肥最好 大蒜中后期的成长最喜欢两种肥料 一个是硫一个是硫一个是钾 传统上含硫钾的肥料 普遍用在根茎类的蔬菜种植中 包括土豆和干薯 但是这种类似硫酸钾的特殊肥料 在本地很难找到 即使有也是价格不菲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一些 钾肥标号高的复合肥料 直接施撒 如果你不喜欢使用太多的化学肥料 那么就可以和我一样 用农家鸡粪做成鸡粪茶 因为在所有的农家肥里 鸡粪含钾的成分是最高的 直接施撒鸡粪肥肥 肥效迟缓 你可以在桶中加入五分之一的鸡粪 再注满清水 充分搅拌后浸泡一日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使用 在每年的三四月份 大蒜抽台之前 每隔十到十五天左右 为大蒜浇灌 这种稀释后的鸡粪水 大蒜就会长得特别好 这个就是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 我的大蒜追肥小秘密 由于每个地区气候和土壤的条件都不同 以上经验仅供大家参考 感谢大家的收看与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